我以前還有光絕 後來已經沒有光 光絕就是你還可以看得到光 你開燈關燈開燈關燈 問我說欸 他現在開關開關 現在有開嗎其實 我覺得欸不知道有開吧沒開吧 看起來我的世界都是亮的 誰說我們世界都暗的對不對 就是有朋友來我們家泡茶 因為他們有朋友他們都看得到 他們就需要燈啊 朋友走 因為你只會提醒他 你等一下走幫我關燈 好好他們都會覺得可以 我幫你關 但他有時候真的忘記了 有時候剛好要去他就忘了 我自己也有開過一個禮拜的燈過 養成到我自己有時候常都 很覺得好像燈有開 就會去尋一下開關 因為有沒有開燈 一般人買螢幕嘛 那我們就買喇叭 有些人聽到 你買一對喇叭 這樣就要花一萬多 而且我們會覺得 你們買一組螢幕對不對 4K的不只一萬 其實我們特殊學校 也是會流行什麼偶像劇的 你會聽到這首歌的某一段 你就會覺得 這個場景好像在影片的哪一段裡面 好像年紀 雖然現在30了 又回到了十幾歲的那種感受這樣 很像無憂無慮 又每天廢在家裡 宅在家裡 只是看偶像劇這樣 寒暑假或是什麼之類的這樣 我現在看不到光絕了嘛 我就不會覺得我面前有什麼物體擋住 我大概都是靠用聽的 像我常常走在捷運之下 很多人走一走 有時候就莫名其妙 我們按照導盲磚走 然後也有人可以踩過我的手杖 然後自己差點被扳倒 轉過頭是不是 對不起對不起 但是你到底眼睛拿來做什麼 可以捐給我 有時候就覺得 他們看得到的真的是走路都不太 沒有什麼在看 我後來有點感人一個 有一個壞習慣 手杖我都故意敲得很大力 因為我要覺得讓你 聽到我的聲音 你要閃我啊對不對 我要讓周邊人說 欸我來了 你到底有沒有看到我 注意我一下 不要被我撞到 茄子 茄子跟那個蒸蛋好了 蒸蛋 OK 阿娘 太量給他多一點 好 他要吃營養一點 要營養一點 好 我說比吧 比對我大概都是 100跟500 他1000在比 拿起來比 然後比好如果都一樣的 有特別突出的 就抽起來 500就是 這裡會有一個光滑面 摸起來這一角就特別的 跟其他四個角落是不一樣的 那你不想讓別人 對視障者有刻板印象 你要從自己自身 能做的先做行 忙的人不一定什麼都不行 走路怕會撞到 怕會怎樣 怕會找不到路回來 這個在我的工作場所 對我自己來講 是不 我自己不允許 自己是有這種狀況 我有一次就跟我同學去 因為 同學稍微 他是稍微看得到 乾脆這樣 你按哪裡 你告訴我 一開始卡查君 他說話之後 從螢幕的上框 從螢幕的上框 往回量 量到正中央 往下一點點去點 就點得到那個 提款的那個項目 在有第二次的那個提示之後 你再去輸入你要提的金額 蒙點右下角 他就是結束結束 不要不要 點完然後 你拿完錢就可以走了 所以我就把它這樣給備起來 呵呵 至少我跑一個銀行的櫃啊 最短的大概一個小時 到一個半小時之間 這我相信一般人去 單字拿來寫十分鐘就好了 因為他們對於事實上者 我暫時以這種歧視來解釋他好了 我個人認為啦 其實很多很多家銀行去辦 都是被刁難 然後出來再打去反應 回答都是這樣 我們會再做內部的教育 但是內部的教育其實是 有遇到才有教育啦 沒有遇到就沒有教育了 要怎麼說感覺 就無奈吧 多謝 好